大家好我是Kason,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高特的熊貓軸 這跟上次的海洋軸算是同一個系列的啦 一次買70顆以上的話,一顆約一塊錢人民幣 折的台幣約四塊四 這既然叫熊貓軸,當然就是一個提前到斷路的軸體啊 高特這系列我最喜歡就是這個熊貓軸啦 外觀方面是比較暗淡的黃色的繁城壁軸心 透明上蓋,上蓋這邊有 高特的LOGO,它是寫歐特姆 底殼是紅色的三角軸 大卡扣固定 燈位是插件燈 壓力方面官方給的參數是50克觸發,60克觸底 總形成3.3毫米 算是提前觸底蠻多的軸吧 跟某些銀軸相比是還好啦 不過跟一般4毫米的軸相比,縮短0.73,縮短很多了 也因為它是提前大段落,所以 它過段落點之後很快就觸底了 這就等於 整個行程幾乎就都是段落 我是蠻喜歡提前大段落是做這樣的手感的 聲音方面 這個整體也沒太多異音啦 拿到耳邊聽就一點點彈簧音,沒有什麼彈片音 觸底聲音也很集中 拆開 高特這系列不知道為什麼 我第一次拆的時候都很難拆 這個壓下去的話就只有一邊的卡扣會彈起來 然後另一邊就會 卡在上面 我都需要用美工刀把它打開 我都很怕 在美工刀在掰它的時候,美工刀斷掉 彈簧是15毫米的普通彈簧 雖然沒有加長,不過也比高特祖傳的13毫米的 這個沒什麼力道的彈簧好蠻多的 算蠻夠用的啦 潤滑的話可以看到它的軸心 小腳有一些潤滑的痕跡 軸心加長很多啊 因為也是軸心觸底啦 所以它的聲音蠻集中的 我還蠻喜歡的 裝回去